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在X平台上发布消息 原来他旗下开发大脑晶片的新创公司Neuralink 日前才宣布TD1位瘫痪患者植入大脑晶片 没过多久就传来好消息 原来Neuralink开发的这款大脑晶片 是希望能让颈部脊髓损伤 或者罹患肌肉萎缩性脊髓厕所硬化症 而瘫痪的患者可以透过手术 将脑机界面的晶片植入大脑中 一块掌管动作的区域 让患者可以靠自己的硬面 操控电脑滑鼠或键盘 去年9月Neuralink取得美国官方取可 可以对自愿者进行人类临床试验 第一位患者更已经在28号植入大脑晶片 也取得初步的成效 除了台湾患者马斯科更希望 未来大脑晶片的技术 可以应用在治疗人类的肥胖症自闭症 忧郁症甚至思觉失调症等病症 希望其他事业也能对医疗科技发挥影响力 三十五